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欣 那么这一支视频呢,是花3500块钱捡到的一个苹果43Pro OK,那我们先来开箱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手机的话,它是带了一个壳给我 是一个金色的版本 然后这是有一个镜头盖 我们看一下边框层色,拿个布擦一下 橙色的话就是边框,它这种不锈钢的边框是容易出那种氧化痕迹的 看来这个还行,就都可以擦掉 基本上都是指纹,有一些小划痕 边框的话还可以,就有一些小划痕 膜的话是有贴一张膜,能把这个膜撕一下看看屏幕怎么样 屏幕的话非常亮啊这个,可以看到屏幕的话没什么划痕 在灯光下面一灶的话非常清楚,偏酒精 屏幕的话是非常亮没有啥瑕疵 OK,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这机器是一个啥情况啊 我们手机给它打开 可以看到它这个的话是还原抹涂掉了,然后现在是在一个这个激活的界面 我们现在连到这个艾斯助手给它跳过一下激活了,顺便看一下它这个一个激况是什么情况 我先把这个拍照下来啊,先把这个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一个燕机的截图啊 它这个电池效率是87充电是500多次 然后是43Polo 呃,是一个有网络锁的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卡叠机有网络锁的 其他的话都是一个全绿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等它跳过激活 从这个外观来看的话算是一个呃,95星的一个橙色 因为它这个边框啊,可能说你们视频里面对着这个灯下面看到比较多划痕 实际上它来说的话,它这种不锈钢的边框很容易就这样出划痕的 只要它没有什么大的磕碰对吧,咱们还是给它算一个亮机,因为屏幕确实挺亮的 我们先给它跳过激活,看一下它设置一些里面,然后一些功能什么正不正常,看有没有成功下车好吧 这还有一个这个镜头盖,我感觉这个镜头盖没啥用 你用这个玻璃去保护这个蓝宝石的话,没有什么意义是吧 我们进到桌面,我们先测试一下这个相机啊 相机的话三个镜头0.5,1倍,还有一个3倍,然后还有一个前摄像头,都是ok的 我们来到这个通用,关于本机 这是一个43Pro美版LLA结尾的 然后这里是显示SIM卡一锁是吧,就是一个卡贴机嘛 然后的话就是要配合卡贴去用 配合卡贴,然后就是QP解锁 先来说QP解锁的话也是非常稳的 电池的话86,手机里面,然后IS里面显示827 我们测试面笼吧,看面笼功能正不正常好吧 ok,面笼是正常的 我们看一下一些基本功能 还有这个麦克风,不是这个喇叭 也是可以的 然后原材显示 然后我们看一下打电话的一个距离感应器 也是ok的 那么通过一些测试,反正基本功能是ok的 基本功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根本保护不到,看到没有 都刮花了,这个普通的玻璃 怎么可能保护到这个蓝宝石嘛,是吧 反正从一些基本来看的话,这机器是没有翻车的 因为反正3500的话,这价格买到一个13Polo 它有一个A15处理器,然后的话是一个120Hz的一个刷新绿的一个屏幕 然后呢,反正也就是一个5G 整的来说的话,这机器再用个两三年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么ok,这个也是成功下车了 那么这些视频的话就到这里 看一看 感谢观看